經濟午餐 主持何文傑 李尚仁博士 回來一點鐘的經濟午餐 Dr.Nester 我們直播室有重量級的嘉賓 看重就不是很重 大家在廣播Facebook看到我們的視像 請到施永恆上來我們直播室 我上次訪問施永恆的時候就是在任局長 一別就幾個月了 現在是工程師學會秘書長的角色 任重導演 我本身是一個電機工程師 能夠在政府工作差不多三四十年 離開政府之後落業歸根 回到我駐機的專業做的服務 還要做秘書長 的確工程師在未來的時間 以往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發展都離不開工程師 但在未來我覺得工程師 可以為我們香港社會奉獻或貢獻 為何會更多 一般我們大家的建造業 會見到我們工程師的足跡 工業的發展 離不開工程師 協助去做一個生產設計 去到創科 更加工程師可以做個貢獻 因為我以前是創科高局長 我也看到 怎樣能夠令到各行各業 特別是相關的專業工程等等 參與創科的行列 這都是我未來在工程師學會 希望做到貢獻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講一點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不同的大學 其實都有那些叫定位 我們理工大學 我知道師兄也是理工大學 比較沒有的 就被人定位 這是非正式統計 工程很厲害 例如科大 其實都是很強的 但被人說比較摺 比較專注在學術上 可能比較少溝通 所以其實是很需要有人代表 工程師將他們正在做事 或是他們的功能 其實是告訴市場 所以你這個角色其實都很重要 有能力 我對工程師的印象 我的文科人 有一年工程師學會的晚宴 我就有去 我進入會場的觀察 一片都是男士 現在好一點點 九成應該是不是 現在仍然是九成 不過我自己大膽地說 其實現在的女士 其實在STEM教育 也是很厲害的 我現在開始擔心了 因為以往傳統的男士為主 比如剛才說的工程 應該就是男士為主 但現在我發覺 去到某些大學 去探訪的時候 女士可能都佔了半邊 一半而已 所以我們男士 要努力 因為傳統的文科 已經是女士 女士多了 所以我們男士 要多努力 在這裡呼籲 如果有興趣的男同學 其實工程師的專業 是非常之好玩 非常有興趣 我以為你呼籲 女士想認識專業人士 就去工程師學會 很多男士 都是事實 所以為什麼很需要 像Albert這樣 現在服務 在工程師學會上 告訴別人 其實是香港工程師 或者是香港的發展 其實香港發展創波 有沒有什麼優勢 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的創科發展 其實離不開 我們在國家一國兩制的支持下 香港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香港是我們國家最國際化的城市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是我們中國其中一個的成員 於是 所有我們國家發展的優勢 香港都可以 尖到江 再加上 香港的大學 其實都真的挺厲害的 我們有五所大學 是世界一百強的大學 簡單說 如果講到基礎科研 香港我相信 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角色 全世界 任何盛視 紐約 倫敦 東京 都沒有香港這麼密集 有這麼多世界一百強的大學 我們應該是引以為傲 我們還是很綜合型的大學 各科都有精英可以在匯聚在一起 工程也很厲害 工程也很厲害 我們現在有五所大學 我們的電機電子工程學科 都是世界一百強的 大家可能會說 我想說一句 我們武校威瑞士 去月球 很多都是理工大學發明的 其實理工大學本身的教授 在各方面都非常出色 剛才Nester提到 其實現在去登月 中間有很多 拿過月陽 那些月球草 武漢的工具 其實就是我們理工大學的教授 是研發的成果 還有很多不同的探閱 火星探測的領域 都是我們理工大學有貢獻 不過這樣說 Alessa 我們不可以只說是武校 其實還有很多大學 包括浸會大學 也都在我們整個叫做太空的工作裏面 沒錯 我們都有貢獻 包括了我們現在太空人 我們國家大空人 回到地球 那張椅子 都是我們浸會大學的教授的出品 是令到太空人 在一個太空無重的環境之下 在一段時間來到地球 有引力的情況之下 怎樣容易適應 這個是浸會大學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想說 其實我們如果細心一點看 香港的大學 其實處處都是寶藏 在這裏我想呼籲創科投資人 請多些支持我們香港的科學家 香港的教授 發掘一下他們的產品 將他們的產品 由在大學的環境 帶到市場 成為我們香港經濟的新動力 沒錯 我們經常說 發展北部都會區 創科是一個主題 新田科技城 開始有點眉目 這個方向是否一個 港人應該怎樣迎接 衛文如果要講到新田科技城 或者河東區 江心創科員 有什麼特色 一定要提到我們本身 香港科研的優勢 和我們的問題 簡單來說 我已經提到我們香港 很多大學 在基礎科研非常強 但我經常形容 如果要做好科研 成為經濟動力 一定要將科研成果 成為產品 然後才能賣到錢 於是這個接力賽就來了 因為 其實是有不同的跑手 在整個環節都要做貢獻 先有我們大學的基礎科研 然後可能要跟企業 做一個應用研發 然後再開發一些的元件 然後跟著 再要去改裝 再要做市場的推廣 最後當然有知識產權保護 然後去做測試認證 做量產 然後就金融股節 每一個環節都要環環緊扣 然後才做得好 奈何 香港市場不大 我們只有700萬年的市場 我們地方人力都有限 坦白說 我們要在香港做大量生產 確實會面對土地和人力之源 於是怎樣在大灣區 我們可以用好深圳 用好廣州 用好東莞 或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協助 可以令整個接力賽做得更好 這就自關重要 我們河套新田科技城 正正就是一河之隔 就是深圳 所以在很多方面 我們都可以透過地理的優勢 可以加強我們和深圳 這個我們最佳拍檔的協助 從而將我們香港基礎科研的產品 和深圳的企業合作 於是可以更加有力 帶到市場 成為我們一個新的經濟動力 即是兩成互補優勢 沒錯 我們的 term 叫產業鏈 即是要將整個產業鏈 在我們這個地區裏面 有一個很好的分工 人藏我們肯定有 其實資金也不少 以我以前理解 以前藏科學局的時候 每一年都不知拿一兩百億 最差的是什麼呢 批出去是不用 不用賺錢 不用賺錢 不用還給政府 最重要是有人在香港做科研就可以了 其實每年一兩百億是不止的 在我那屆政府 大謊話說 我們差不多已經用了兩千億 去支持我們香港的創科發展 兩千億是什麼概念 一個七百多萬的城市 簡單說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都為我們香港這個新的經濟支柱 創科 投入了兩三萬 每人兩三萬 現在也開始見到成港 以前大疆去了深圳 但是這個其實也是個互補 我們現在有商湯 有其他我們一些很好的科研公司 現在已經有十幾間獨角獸公司 已經在香港出現了 獨角獸是什麼概念 就是每間估值超過十億美金的創科公司 這個就是一個大家應該要知道 也應該引以為傲的事 這也是多得Alfred以前的努力 沒錯 很多錢人的 我們要多謝 其實最早在有創科局 就是梁振英特首的時候 大力推動的 我們現在任務局長 楊局長 跟著現在的孫董局長 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而林鄭月娥女士 我們的前任特首 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 我想借個大力電波 要多謝幾位好朋友和一些前輩 楊太太可能有聽過 我們下一節可以回來再聊聊 繼續跟他聊聊聊